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郭文貴現象 講這個話題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 就是現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投入反共和民主人士的行列 其中有相當大的一批人會從國內翻牆出來 獲得一些沒有被屏蔽的反共民主的信息 然後再把這些信息帶到牆內去傳播 而他們翻牆出來,因為時間不長 所以一時間他們是很難了解一些事情的全貌的 往往就會被一些言論所誤導,被一些人所欺騙 大家辛辛苦苦地翻牆出來,目的就是要獲得真相嘛 如果一出來,一下子就跳進了另外一個謊言的陷阱 那對於落入這個謊言的人,那是會造成一定程度傷害的 對於中國的反共民主事業也會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郭文貴現象 我不下結論,只講出一些公開的資料 包括一些郭文貴本人的言行 然後分析一下這些資料之間的邏輯,分析一下這些言行之間的邏輯上的矛盾 最後提出一些我個人的觀點供大家參考 最後的結論還是要由大家每個人自己來做 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是郭文貴過去他在國內到底是民營企業家還是中共的官員? 他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的觀點是他絕對不是什麼民營企業家 他就是中共情報部門的官員 是中共所謂的商幹,商業的商,幹部的幹 中共情報系統裡面的人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種叫做密幹,密密的密,幹部的幹 第二種叫商幹,剛才說過了 第三種叫掛靠,掛靠的這些個人 他並不是屬於中共體制內的幹部,相當於是縣人 那辦一件事情就拿一次錢或者是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好處 密幹就是情報系統編制內的正規的幹部 每天他們都要上班的,也是要到各類的情報機構去領工資的 但是他們的姓名身份對外是不公開的 就拿安全部門來說,除了安全部的部長之外 其他的人一例都是匿名的副部長以及各局的局長 他們都不對外公布名字的,各部門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對外保密 今天我主要想給大家講的,這一類人就是商幹 情報系統裡面大部分人他是要偽裝成其他的職業進行活動的 這些人如果都是去政府機構上班領工資 那是相當不方便的,相當不安全的 很容易被反情報機構查出他們的真實身份 所以情報部門為了更好的掩護他們 就要設立各種各樣的商業機構,學術機構等等 為他們提供一個偽裝的職業 同時也負責通過這些機構給他們提供資金 那在眾多的這些行業當中,中共情報系統最喜歡挑選 那些比較方便收集情報的這些行業來設立自己的企業 有哪些行業呢?我們都知道華為高科技行業 這是國家重點培養的,華為是國家重點培養的這個情報企業 任正非過去就是總參的工作人員,後來被派到深圳去搞企業 剛剛開始的時候生產的是好像承控交換機 就是用這種東西可以用來監控電子通訊的 還有一些專門安裝監控設備的企業 這一類企業一般都是比較低級的,比較小的企業 但是這種企業也必須是由中共安全部門掌控的 這些行業裡面,中共是絕對不允許其他的這些民企介入的 還有一種企業也是中共情報部門直接控制的 直接掌握的,那就是全國各個大城市裡面最頂級的那些豪華酒店 那為什麼中共要控制這些豪華酒店呢? 因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 他所掌握的資源就越多,他的情報價值也就越大 大家想一想,世界各國的政商名流 他們到中國之後會住在什麼地方呢? 當然是住在那些頂級的豪華酒店裡面 他們在裡面是不是要進行一些對外聯繫啊? 是不是要有一些其他的活動啊?當然會有 那他們的一舉一動,中共都是感興趣的 都是他們的情報來源,所以說這些豪華酒店 是一個最好的監控場所 當然了,中共它不僅僅是通過這些地方 來監控外國的政商名流 他們也監控國內的這些政商名流 這樣就能夠加強這個政權對這些人的控制 那監控這些政商名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因為他們出行的時候身邊都是有特工的、有隨行的 那這些人都有一些反偵查措施的 比如說他們都會檢查一下裡面是不是有竊聽器材啊 是不是有針孔錄像機啊等等等等 所以要監控他們,必須得在酒店裡建設的過程當中 就把這些器材隱藏好,隱藏在連專業的特工都找不到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英國首相,他要來中國住在飯店裡面 特工一定會檢查這個房間 但是他們總不能把這個飯店的牆壁都凿開吧 你總不能把天花板都給拆下來吧 只要把監控設備放在牆壁的後面,放在天花板的上面 當然還有一些更隱秘的地方,誰都找不出來 這樣他們就能夠實施監控了 那他們在這個興建酒店的過程當中 他要把這些設備都安裝好 有這麼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網上還查得到的 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 中共就請了著名的世界著名建築師貝玉明 設計了香山飯店北京的 當時一些國內的企業還做不了施工工程 所以他們請了一些美國的企業來施工 結果在施工過程當中 美國企業就和中共官方發生了衝突 因為中共要在飯店裡面安裝秘密的監控器材 美國施工單位發現了之後就提出了抗議 因為當時這個中美關係還比較好 所以說美國就沒有把這件事情給弄大 那後來中共也吸取了教訓 那凡是安裝這些監控器材的工作 一定由他們自己設立的公司來進行 確保萬無一失 所以大家今後要注意兩類的企業 安裝監控器材的公司和這個大城市裡面的豪華大酒店 現在我們再回到郭文貴這個話題上面來說 郭文貴他就是以經營豪華大酒店起家的 他的整個的發家的過程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也不符合任何社會的包括中國社會的商業邏輯 按照郭文貴自己的說法 他是70年出生的出生在一個很貧困的家庭 初中沒畢業就到社會上闖蕩了 十幾歲不到20歲的時候他就坐牢了 坐了兩年牢之後出來應當是91年92年 92年的時候他就開始做生意 做生意是在和工業部的老幹部局下屬的一個企業 在鄭州叫做大老闆家具廠 他在那裡一下子就當了董事長和總經理 在那個年代一個貧困家庭出生的老改犯 居然搖身一變就能變成和工業部下屬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大家不覺得這個裡面有點問題嗎?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更大的疑問還在後面 在那一年92年郭文貴認識了香港的一個女商人富豪 兩個人很快就成立了一個新的公司叫做郁達置業 大概是在93年郁達置業就獲得了鄭州市中心的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離鄭州火車站只有三公里 離汽車總站也只有三公里 離市政府只有一百米的距離 所以說是鄭州的黃金地段 然後他們在這個黃金地段上面新建了一個高樓 第一高樓中原第一高樓叫做郁達國貿 後製26億人民幣 郭文貴就擔任了郁達國貿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副董事長總經理 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剛剛從老裡面放出來不久 文化程度也很低,初中沒畢業 而且也沒有什麼經商的經驗 如果他真正的是平民子弟的話 應當也沒有什麼政商人脈 大家想一想,一個香港的商場女強人 很有經驗的,她當時60歲 她怎麼可能把幾十億的項目交給這麼一個人 有些人猜測說是郭文貴做了鴨子 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那夏平她是香港的零售女王 如果真是要出錢包小白臉 那應當會去找那種更高的更帥的 更洋氣的香港人或者是上海人 那怎麼都不會看得上這麼一個矮個子的 短腿的而且非常吐氣的郭文貴 再說了,就算夏平女士口味重 那就喜歡郭文貴 那就花個百十來萬包下她 在那個時候也算是天價 怎麼可能說把大半的身家幾十億拿給她 讓她去冒險呢?這完全不符合邏輯嘛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就是 郁達國貿正式開業之後 這個夏平居然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都讓給郭文貴了 太匪夷所思了 所以郭文貴他絕對不可能是作押的 因為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貴的鴨子 沒有價值幾十億的鴨子 那郭文貴對他的這個發家史 一向是諱莫如深 從來就沒有提供過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 現在我來嘗試提供一種比較合乎邏輯的解釋 那就是郭文貴他根本就不是什麼獨立的商人 而是中共情報機構的商幹 下面我來給大家講一講我的這個推理 第一,像郁達國貿這樣的頂級的豪華酒店 一般來說都是中共的情報機構的企業 情報機構必須得偽裝成這些民運企業 所以他們必須得找自己的人來做白手套代辭這個企業 不僅僅是鄭州的郁達是這樣的企業 北京的龐谷大官應當也是這樣的企業 當年這個安全部副部長馬健 他不僅僅是參與了這個龐谷大官的這個產權的爭奪戰 而且在龐谷大官建造完成之後 他還在這個裡面,在酒店裡面開設了國安部的辦公室 郭文貴自己說的,如果他僅僅跟郭文貴是官商勾結的這種關係 那他絕對是不敢這麼明目張膽的 他之所以敢在那個地方設立辦公室 就是因為他覺得名正言順,不怕中紀委來查 因為龐谷就是安全部的企業 在馬健認罪的視頻當中,他也一再提到 他用這個安全部第17局的名義發出公告 發出公文要求其他的那些國家機構協助郭文貴 打壓郭文貴的這個商業對手 那安全部第17局是什麼機構呢? 就是安全部專門管理所屬企業的這個局 也叫做企業局,馬健之所以敢在龐谷公開辦公 那就是因為龐谷就是他管理的企業 他之所以公開的支持郭文貴 那就是因為郭文貴就是他手下的幹部 根本不存在官商勾結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去想,就能夠解釋為什麼 當年夏平會跟郭文貴合作 因為郭文貴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安全部 他是代表夏平是在跟安全部合作 他也不是把郁達送給郭文貴,而是把他交還給中共 當然了中共肯定給夏平提供了一些 其他的商業利益來作為補償 所以後來夏平在中國大陸又發展了很多很多的地產 有一些朋友可能會問,中共為什麼會讓郭文貴當這個白手套 當這個白手套這可是肥缺 這樣的肥缺怎麼會落到一個平民子弟的頭上 而且這個人還是剛剛從牢裡面放出來的 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郭文貴的真實紳士 應當不會是普通的窮人子弟 郭文貴對自己紳士的描述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說他說他小時候家裡窮,吃不上飯 後來又說他說他十幾歲就出國了,跑了好多個國家 大家想一想,即使是到現在一般的窮人家的子弟 他哪裡有機會滿世界到處去跑呢? 有一種說法,說郭文貴的這個大伯是姬勝德的手下 姬勝德在90年代的時候是中共的情報頭子之一 是姬彭菲的兒子,他那個時候是總參二部的副部長 這極有可能是真的,因為郭文貴他自己在電視視頻當中也說過 他認識姬勝德,而且對姬勝德的評價相當高 如果郭文貴的大伯是姬勝德手下的情報人員 那郭文貴也算是出生在情報世家,是中共自己人 中共情報系統只相信自己人,他只會把重要的任務 重要的肥缺留給自己人 那在上個月我曾經做過幾期視頻講這個向欣和王立強的事情 向欣在30歲的時候就到香港去擁有兩家上市公司 並不是因為他會做生意,而是因為他是中共自己人 所以說中共讓他打著做生意的幌子去發展情報組織 同樣的道理,當年郭文貴二十郎當歲 就能夠成為價值幾十億的郁達的老闆 那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商業奇才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中共情報系統的商幹 而且郭文貴在這個情報系統當中 幹得還相當賣力氣,按他自己的說法 他為中共立過三次一等功 大家要知道一等功不是那麼容易立的 三次一等功那就更不容易了 那真的是為中共做出過重大貢獻的 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中國的摘心,為中共做貢獻 那就是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損害了 為中共立下三次一等功 那就是對國家人民造成了三次重大的傷害 對於這三次一等功,郭文貴從來就是語焉不詳 我記得好像他提過一次一等功 他說是幫中共去了解英國這個方面和達賴喇嘛的態度 這個解釋是相當牽強的 因為要去和英國政府的人士交流溝通 比郭文貴更適合的人選多的是輪不上他 比郭文貴有溝通能力的人多的是 這種類型的任務郭文貴明顯的,這是他的短板 郭文貴雖然很長時間在國外 但是到現在也只能說一些零零碎碎的英語 語言就不過關,那他到底是怎麼立下這三次一等功的呢? 我在這裡提出一種假設,僅僅是假設,一種推斷 郭文貴名義上是郁達和龐古大官的所有人 而這兩個地方都是頂級豪華酒店 都是中共情報部門用於監控政商名流的重要 據點,所以郭文貴又特別的善於通過錄音錄像來收集情報 當年他和馬健就是用性愛錄像帶 扳倒了當時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軍 那會不會他用同樣的方法 用來對付那些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呢? 是不是用這種方法去威脅那些西方政治人物 讓他們向中共低頭呢?那可是大功,極有可能 按照中共一貫的手法,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才奇怪了 不這樣做他們的酒店就白見了 還有一些朋友可能會問,那中共用郭文貴這樣的人 做手套,白手套,帶持這些企業的所有權 難道他們不怕郭文貴這種人私吞嗎?他們不怕 因為他們覺得身殺欲奪的大權在自己手上 可以管得住這些人 所以像海航那種,擁有很多資產的大公司 他們都可以很放心的把資產交給陳峰 交給王健這些人帶持 同時讓這些人都簽生死狀 就是說死了之後,所有的股權都要交回給公司 那意思就是說,中共只要幹掉你 你的財產自然就被收回了 大家想一想,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 郭文貴非常害怕他不敢離開他那個公寓 也不敢輕易的和網友見面,就是怕被中共幹掉 但是後來中共把他在國內的600多億資產全部就沒收了 那從那之後,郭文貴就不怎麼害怕了 那現在郭文貴經常到處晃蕩,還經常和網友見面 這就是因為中共現在也已經不需要幹掉他了 所以他現在膽子才大了嘛 而且還有一點,很多朋友可能已經注意到了 就是中共沒收了他在國內的600多億財產之後 他並沒有顯示出很憤怒的情緒 如果這個財產真的是他的,是他自己的 絕大多數正常的人,那肯定會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 會易於言表,會經常的提起這件事情 懂得一點點心理學的這個朋友 或者是社會經驗比較豐富一點的朋友 那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郭文貴沒這種表現 當然了,除了為中共代持財產之外 郭文貴應當也有一些屬於他自己的財產 在中共體制內混了這麼幾十年 肯定會運用自己的權力,會撈點好處 一個鄉幹部就能夠撈個幾千萬上億的 更何況郭文貴有這麼多的便利條件 有這麼大的權力做靠山,我相信一定會撈到一些財富 但是呢,撈到這種財富的人並不能稱之為富豪 真正的富豪那是靠經商、錢自己賺過來的 靠權力得到財富的人那只能說是貪官污吏啊 靠權力得到財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搶取豪奪啊 所以郭文貴過去的很多商業夥伴都倒楣了 因為郭文貴他的身份就不是商人 商人講究的是互惠互利 而那些批著商人外衣的中共幹部商幹呢 他們往往就是殺雞取卵,落井下石 即使你跟他沒矛盾糾紛,他也要運用權力 最後把你的財產給奪過去,如果是有矛盾糾紛的 那對不起,最後他們就會運用權力對你下毒手 所以從網上公開的資料大家都可以看到 以前跟他合作的一些人 像這個著名的電影演員朱時茂 就曾經跟他合作過,最後做不下去了 據說是錢全部賠進去了 郭文貴還和馬健一起運用權力 把一些商業夥伴送進了大牢 這種搶取豪奪的次數搞多了,當然也會碰到厲害的角色 比如說北大方正的CEO李友 被他們整到牢裡面之後不服氣 就向更高層舉報了他和馬健 而那個時候馬健剛剛好在中共內鬥當中 站對站錯了,很快就成了清洗的對象 馬健一出事,郭文貴也待不住了 只能速倒胡孫善,跑了 跑了之後他一方面運用已經轉移到海外的這些錢財 過著很奢侈的生活 一方面為了保財保命報仇,開始爆料 現在他還每天扯著嗓子喊著要反共 一個為中共立過三次一等功的這種鷹犬 現在居然要反共,不能不說這是比較少見的現象 自然當然就會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這樣人聚集的多了就形成了郭文貴現象 那在這裡我請大家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我並不是說過去幫中共幹過壞事,幹過髒活的人 就不能夠反共了,就不能夠追求民主了 我認為任何人即使是做過再多的壞事 只要他真正的跟中共劃清了界限 只要他是真心的反共,大家都應當支持的 實際上在2017年的時候,他剛剛出來爆料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無論是海外的還是國內的 都是支持他的,他後來跟很多支持者鬧翻了之後 就污衊人家說那些人支持他是為了騙他的錢 這個真是小人之心,奪君子之父 可能會有少數人跟他提到了錢 甚至從他那裡拿了一點點錢 但是基本上都是用這些錢來辦那些支持他的活動 那更多的人不僅僅沒有從他那裡拿錢 而且是自己出錢出力來支持他,來幫他造勢的 像過去兩個挺郭最出力的女性 一個叫吳婷,一個是美猴王 他們支持郭文貴算是不遺餘力 從來就沒找他要過一分錢 還有這個建民,吳建民,郭文貴在直播當中主動地說要給他錢 建民一口就回絕了,拒絕了 因為大家很樂意看到一個體制內的人 對中共反割一擊 在2017年他的這個爆料 基本上可以算是中共內鬥的一個延續 可以說他並不是在反共 他只是在反共產黨裡面的那些郭文貴的敵人 他不止一次的說過 共產黨裡面90%以上的都是好人 只要把王岐山、孟建柱這些貪官污吏打倒了就好了 還說中共黨魁習近平是千年民軍 有這麼反共的嗎?這明明就是狗妖狗嘛 但是大家還是支持他 支持他的人分兩種 一種是明知他們是狗妖狗,但是樂觀其成 而且還願意助他們一臂之力,讓他們鬥得更兇一點 還有一種是太恨共產黨了 而自己又覺得沒有能力反共 那現在有一個人出來反對中共的這些高官了 那大家就一廂情願的把他想像成為一個反共的英雄 大家把自己的願望、把自己的理想 就投射到這個人的身上,讓他變成英雄 那這兩種人、兩種心態合到一起 共同的形成了2017年的郭文貴現象 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情況就有點變化 有一些支持者逐漸就在疏遠他,跟他切割 甚至是開始反對他了,原因是什麼呢? 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他公開的反對紀念六四 他的理由很荒謬,他說有資格紀念六四的 六四那天都已經犧牲了,活著的人都沒有資格紀念六四 誰紀念六四,那就是要吃六四的人選饅頭 那按照這種混帳邏輯呢,那是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忘記六四啊? 這不就和中共的邏輯和中共的願望高度一致了嗎? 這不就是在幫中共維穩嗎? 第二點就是他絕對不反習 而且多次說要以黨反攤,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共中國災難的根源在於專制體制 而中共是維護專制體制的主要力量 習近平又是這個黨的黨魁,而且是維護這個專制體制 最核心最關鍵也是維護力度最大的這麼一個人 那你口口聲聲的稱他為千年明君,你這是反打門之共呢? 那這不就是在小罵大幫忙嗎? 那第三,不僅僅是他自己不爭反共 而且每當有其他人要出來反共的時候 要用行動來反共的時候,他就要站出來反對,站出來打壓 去年我們在海外成立了一個為國內的朋友 成立一個宣傳動員的平台,叫全民共振平台 他就污衊說我們是釣魚 那去年董瑤瓊出來對習近平畫像潑墨,這本來是驚天壯舉 習近平說這是盜國賊為了轉移視線,為了破壞他的爆料 為了抹黑習主席要搞的這麼一個動作 那這種無恥言論一出來,很多支持他的人就不再支持他了 甚至上就公開的指責他了,還有第四點 就是他雖然嘴上高調反共,但是實際行動 卻是對那些反共人士進行不停的攻擊,不停的騷擾 那現在他發起了很多期,有40多起訴訟 絕大多數的訴訟對象就是民運人士 那在2017年的時候,有幾十個起訴他的中共人士 突然之間現在全部都撤訴了,這難道是巧合嗎? 我相信總有一天當中共倒了檔案解密了,我們會知道這個真相 現在我們只能用每個人我們自己的理智 因為我們用每一個人的判斷力去得出自己的結論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共現在是越來越不得人心了,反共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要想取得話語權就必須得表明反共立場 但是不是每一個聲稱反共的人都是真正反共的 像郭文貴這種人打著反共的旗號,但是專門去打壓 專門去騷擾,專門去禪送那些反共人士 實際上就是在幫中共的忙 郭文貴經常在這個視頻直播裡面 微言會語辱罵那些不支持他的民主人士 而且還控告別人來誹謗他,別人只要一反擊 他就說是別人是在誹謗他 很多朋友認為到法院去打官司很正常 大家一定要考慮到在西方國家,尤其在美國 打官司是非常消耗時間、金錢和精力的一件事情 一個普通的這種誹謗案件,你沒有幾萬美金 甚至十幾萬美金,那是找不到一個能夠負責任的律師的 這一點錢對郭文貴來說可能不算什麼 因為他在國內已經撈了很多的錢了 但是對一個普通的中國移民家庭來講 甚至是對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來講 這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再說了,官貴有的是時間 但是其他的人他的那些訴訟對象 大家還得去工作啊,大家還得在業餘時間 去從事反共活動啊 所以說這種禪送對於海外的民主人士、民運人士 是會形成相當大程度的騷擾的 那官貴為什麼樂此不疲呢?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他可以藉此滿足他的 這個牙齒必報的這種流氓心理 他可以隨意的辱罵別人,但是別人不能夠還擊 第二個就是他想藉此立功,向中共表白 我現在雖然口頭上是反共,但是呢 這只是想取得眾多網友的支持 但是我實際上是在引導這些網友不反共 而且用他們的力量來阻止那些真正的反共人士 我這就是在立功啊,他在2017年8月份的時候 也給習近平寫過一封效忠信 說要習近平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 官貴這個人的人品呢,那確實是相當令人厭惡 這個忘恩負義,雅志必報 過去幫過他的人,只要有一點點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翻臉不認人 過去對於寶勝啊,對於象林啊,對美猴王都是這麼幹的 現在呢,對這個細思小哥又是這樣 而且呢,他一旦跟你翻臉了 就這個污言諱語,那極盡污辱之能事 另外呢,他也是這個言而無信,出而反而的人 比如說過去說啊,他說這個募捐的 都是騙捐,都是騙子,他說我絕對不會募捐 話音未落,他就成立了一個法治基金 要求支持者向他捐款 一個住著幾千萬美金的豪宅 擁有飛機和遊艇的這樣一個人 向那些普通收入的,甚至是很貧窮的這些人 向他們募捐,大家說這個心腸要有多黑啊 這個臉皮要有多厚啊 而且他為了保證所有支持者的捐款 都匯集到他一個人那裡,他不允許其他任何人募捐 無論這個募捐的目的是什麼都不行 比如說這次細思小哥,就是因為在澳洲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募捐 郭文貴認為他是在另起爐灶,是在拆自己台 對細思小哥大罵出口,極盡侮辱之能事 我這個人是不輕易論斷別人的,但是看見郭文貴的那一副囂張的嘴臉 真是覺得他就是個人渣,就是人渣中的戰鬥機 那現在雖然很多人已經看清楚了郭文貴 已經唾棄了郭文貴,但是還是有很多的人在支持他 原因我在前面講過,郭文貴現在這個現象到現在還在持續 這個呢,我既感到鼓舞又有一些憂慮 感到鼓舞的是反共的人源源不絕 所以連騙子他們都得打著反共的旗號來行騙 感到憂慮的呢,就是像郭文貴這種騙術這麼拙劣的騙子 都能夠讓這麼多的反共同道受騙 那麼將來中共倒台之後,有很多比郭文貴厲害十倍 厲害百倍的流鬼蛇神都會紛紛出台來騙取天下人 所以說這個民主派的朋友,尤其是國內民主派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做好準備,要想好應對之策 在這裡我也很想對這些挺郭的朋友講幾句 大家都是在追求民主,要想讓將來中國民主制度發生作用 那一定要有一定的公民素質 那公民素質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對政治人物 無論他是否掌握權力,都要對他們的言行 保持合理的懷疑的態度 馬克吐溫曾經說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賊 要像防賊一樣防著他們,他們才有可能做好人 如果是大家很輕易的無條件的就信任他們了 如果是相信他們所有的話,如果甚至是把他們當作偶像來崇拜 那麼他們即使是好人都有可能變壞,那騙子就更加肆無忌憚 那就是中國人民的災難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一起來努力,來避免這樣的災難的發生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